觀眾朋友 先上來看到南韓軍方 今天開始和美軍舉行為期十一天的自由護盾大演習 北韓提早在周日做出了回應 發射兩枚前射飛彈來示威 南韓聯合參謀博物證實 北韓從閑晶南到新埔的近海 利用前艦試射了至少一枚彈道飛彈 北韓官媒朝中社則表示 這次發射不只證實了前射系統的可靠性 更展現了北韓前艦部隊水下攻擊的核威設立能力 同時他們也公布金正恩主持執政黨會議的鏡頭 指出會議上決定了重要而且實際的威嚇措施 再次顯示北韓前射飛彈是為了表達對美韓軍演的不滿 目前美方情報單位正在對飛彈的射程高度 還有速度進行分析 而南韓軍方也加強監控北韓的舉動 與美方保持密切的合作應對